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喜聪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呢就是沙巴那边的新闻 沙巴那边的执政党 现在其实不是国政 虽然他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国政 但是沙巴的执政党真的不是国政 叫做沙盟 沙盟呢其实就是沙巴所有的本土政党加起来 就是这个沙盟 然后呢这个沙盟的其中一个代表叫做Jeffrey 他今天就出来说 下一届群国大选 沙盟里面的成员呢已经一致同意就是了 这个大选呢沙盟将会用自己的旗帜上阵 他们不会用任何政党的旗帜上阵 也不会用国政的旗帜上阵 他们就是用沙盟自己的旗帜上阵 这个情况跟虽很像 这情况跟沙拉越很像 沙拉越现在呢虽然也是前国政的成员 但是他的执政党不是国政 是GPS 也是跟沙巴一样就是一个专门沙拉瓦本土政党的联盟 叫做GPS OK 其实呢 现在的情况呢跟 509以前呢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OK 我现在给大家回顾一下 509以前是什么情况 509以前呢 就是国政一统天下的情况 怎样说一统天下呢 无论是在西马 半岛 又或者是在沙巴 沙拉瓦 到处都是国政插旗 沙巴 是国政的 沙拉瓦 是国政的 整个西马半岛绝大多数也是国政 整个马来西亚政权都是国政 国政一统天下 天下无敌 但是 一场 509过后 国政跟巫统元气大伤 巫统自己本身呢 他的政治版图已经是不见到完了 国政跟他差不多等于直接瓦解了 本来有啊 整20个成员党 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小猫 就是巫统 马华 还有国大党 OK 然后呢 他们失去了两个最大的成员 就是 沙巴 跟沙拉瓦 沙巴跟沙拉瓦 现在呢 虽然不是说 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但是呢 从政党上呢 其实已经是独立了 就是呢 他们跟西马的国政呢 已经没有太大的那种直接关系了 就是说 现在呢 西马的国政呢 已经不能像509之前 叫 沙巴沙拉瓦我的小弟过来 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呢 西马的国政呢 还要去求沙巴沙拉 哎 这件事情帮忙一下 可以不可以 大概是这样了 所以509前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你明白 我今天做这视频呢 我主要呢 是要讲 这个东马的事情 啊 OK 你们看一下 现在呢 这个沙门 我刚才有说 这沙门 其实主要还是国政的成员 因为呢 你看沙门 谁是沙门 沙门除了沙巴的本土政党 他也绝大多数是 巫统 土团 那些都是 很类似国政的成员 但是 有一个很主要的 那个区别点 你们要明白 有一个分割点就是 他们是沙门 本土的 他们并不受 西马的国政 直接 啊 直辖 没有这个意思 啊 他们是属于沙巴自己的 至于沙巴的 独立的程度 更加高 啊 GPS就完全是自己 在自制沙巴罢了 啊 OK 我今天唱片大论这些这么多呢 我只是想给你们一个总结 就是呢 现在的国政跟巫统已经不是509前的国政巫统了 而且他们也回不去那个时候了 千万不要以为 现在的国政巫统回去以前的辉煌时代 没有 起码 四十百在那边 沙巴沙拉罢已经不再是他们了 啊 虽然现在的执政党跟以前的国政很有关系 但是 已经不再是听命于国政巫统的小弟了 沙巴跟沙拉罢自己是老大哥了 而且在下一届大选呢 这沙巴沙拉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赵王者 啊 其实啊 不一定是国政巫统做首相做政府 我告诉你啊 事实上 沙巴沙拉罢下一届 如果这两个立场可以统一支持 其中一个人做首相做政府的话 那个人就可以做首相做政府 可能是西联 也可能是国盟 都可以的 未必是国政就是了 OK 所以 现在呢 我们的政局已经来到这样 啊 基本上呢 是没有人可以在轻视 或者是无视 沙巴沙拉罢的分量 沙巴沙拉罢的分量非常的重 所以 沙巴沙拉罢人自己也非常清楚 自己的分量已经重要 已经不是像 当初509之前这么渺小了 他们的分量非常的重 他们的角色非常的大 啊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他们现在是永远不会回去国政这条路了 他们是会走自己的路 沙巴走沙巴自己的路 沙拉罢走沙拉罢自己的路 在接下来我可以 预测 下一个走向就是沙巴沙拉罢可能会完全 把那些西马过来的政党排除在外 虽然最近呢 小鲜肉的Muda登陆了沙巴 但是我不是很看好 因为你现在看到了沙巴沙拉罢 都 正在 非常的急于把那个西马过来政党排除 排除在外 所以西马过去的政党应该没有什么好下场 到最后 OK 可能你到最后看到的发展就是呢 沙巴的本土政党完全统治沙巴 沙拉罢的本土政党完全统治沙拉罢 然后沙巴沙拉罢完全摆脱西马的任何因素 只是表面上维持一个联邦 然后呢 这个沙巴沙拉罢呢 在每一届的全国大选的都可以成为造王者 OK 讲到这里呢 我就想提一件旧事就是呢 以前呢在蔡西利呢 还是马华署里总会长的时候 马华署里总会长那时候是王世界做总会长的时候 然后蔡西利他就提出一个主张 非常的 好 这个主张呢 非常的 有利 只不过是呢 当时他只是马华老二 这个主张没有什么被重视 他就是说呢 现在呢 这个 国政 他那时候讲的国政其实是 505以前的国政 那时候国政还其实很强一下的 还没有倒了 他讲 国政如果再继续 下去的话呢 会很糟糕 因为呢 种族两极化太严重 马来人的这个 一党独霸太严重了 然后啊那些非土著 越来越被边缘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力量的来制衡 这个 巫统 然后他那时候做了一个主张就是呢 所有的 国政的非土著政党 尤其是联合 沙巴和沙拉瓦 啊 我 纠正一下不是非土著政党是非马来政党 非马来政党 因为沙巴沙拉也是土著但是他们不是马来人 非 马来政党 就是 意思说 除了巫统以外的所有国政成员党 联合起来 尤其是沙巴沙拉瓦 然后呢 变成国政内部的两限制 啊 就是 国政里面分成两限 一线就是单单巫统罢了 还有一线就是所有巫统以外的 成员党 尤其是沙巴沙拉瓦 然后呢 用这些力量结合起来呢 制衡回这个巫统 啊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主张 啊 我都一路来我都说 马华呢 在蔡西利过后呢 就再也没有马华了 啊 蔡西利是马华的最后一任总会长 之后的总会长 没有什么受到华社审认 啊 OK 啊 只是蔡西利这个主张呢 没有被实现了 蛮可惜的 但是我觉得以后的将来 我们有机会实现这个主张 就是呢 的确 现在这个情况呢 如果我们要制衡 马来半岛 巫统 的种族主义的话 唯一一个方法就是 像当年蔡西利所提的 就是 我们结合 东马 沙巴沙拉瓦 来制衡 回 西马的巫统 啊 唯一的不同就是 我们现在用的不是国阵内部两限制 我们现在用的是 全体朝野的两限制 啊 然后呢 这个两限制呢 主要的力量 是来自 西马半岛的西连 还有东马的 沙巴跟沙拉瓦 啊 就跟 当初蔡西利所提的一样 就是 巫统跟巫统以外的政党 这两个阵线 啊 就 巫统以外的所有政党 尤其是沙巴沙拉瓦 联合起来 制衡巫统 以后我们的政治 就可以走 这样的路线 啊 但是我要说但是 就是呢 沙巴沙拉瓦呢 现在正在观望 正在做造王者 啊 当然 你如果没有足够大的条件 沙巴沙拉瓦是不会轻易的答应上你的车 啊 这是肯定的 啊 你开出给沙巴沙拉瓦的条件 必须要有诚意 我一路来我都鼓吹 就是呢 下一届大选 如果你们要干掉巫统的话 有一个方法 直接把这个首相跟副首相 还有财政部长 给沙巴沙拉瓦 啊 直接给 啊 反正给谁做都无所谓 只要不是巫统就可以了 你这个位置 你直接给沙巴沙拉瓦 啊 这样的话呢 沙巴沙拉瓦就没有办法 做首相跟财政部长都可以开给沙巴沙拉瓦 只要安化自己 不要做首相 一切好谈 所以其实我们还有这方面的优势 而这个优势呢 可能 这个机会的窗口 仅仅只会出现在这一届大选 为什么 因为 如果这一届大选呢 我们没有把握好这一个机会的话呢 等一下稍不留神 国阵起死回神 国阵 又吞掉西马半岛绝大多数的选区 然后这个时候呢 沙巴沙拉瓦呢 又会重新动摇了 然后重新动摇的话呢 他们又会回去509以前 又做回国阵的小弟 那时候呢 我们从头到尾就是一场空 所以这个机会我们要把握好来 这一次呢 我们想回 蔡西利的那句话 国阵内部两限制 就是 巫统以外的所有政党联合起来制衡巫统 就是 这个概念我们把它落实到底 西联结合沙巴沙拉瓦 来制衡巫统 然后首相副首相 我们给沙巴沙拉瓦做 反正沙巴沙拉瓦也是马来人做通嘛 没有问题的 马来人的政权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然后我们也好像全国马来人交代没有问题 财政部长 华人不要做了 给沙巴沙拉瓦做 没有问题的 我们要的是整个国家的政策公平公正公开 谁做财政部长很重要吗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